欢迎来到女明星迪丽热巴渠道 点击订阅频道 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迪丽热巴 同大为公诉左右接档播出5.29左右 接档北京 浙江 无论是库云数据还是CVB 未时收视都没有过一的 有的剧目甚至跌穿了平台的底盘 目前播的较好的是温暖的甜蜜的和后浪 不过成绩也是挫字里拔将军 随着在播剧临近收官 新一轮接档剧即将来临 浙江卫视原定的是任嘉伦 杨颖的暮色新约 最新消息是可能有变 备受大家期待的公诉 估计会先行一步 暂定5.29左右 浙江卫视和北京卫视联合播出 网播额分消给了陶 公诉原名公诉精英 拍摄于去年 阵容包括迪丽热巴 同大为 高新 尤静如 罗海琼 马园 冯磊 马苏 韩栋 熊子奇等 根据新型网络犯罪真实案例改变 这部剧在今年拿到了许可证 公诉自开机就很受瞩目 因为演员阵容既有顶流 也有演技派 公诉是迪丽热巴记 三生三世诊上书后的又一部新剧 也是他首次挑战女检察官角色 从之前曝光的剧照来看 迪丽热巴在剧中的造型 干练利落 气场十足 展现了新时代女性的职业风采 而佟大为则是一位正义感强烈的刑警队长 与迪丽热巴搭档侦破案件 两人的CP感也十分值得期待 迪丽热巴的人气不用多说 每一部作品都是有效播剧 不管是正面还是吐槽 热度都是超高 相信这句也是 话题度一定会占据不少热搜 除了两位主演外 公诉的配角阵容也非常豪华 高新 游静如 韩栋 熊子奇等一众实力派演员 都云集在这部剧中 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盛宴 该剧《以党的十九代》以来 全国检察机关承办的 打击新型网络犯罪十大典型案例为原型 用极具悬疑推理感的故事架构 和年轻化的叙事方式 展现了新时代政法干警的精神风貌 公诉作为一部具有现实意义 和社会价值的电视剧 不仅能够展示检察机关的工作职能 和法治精神 也能够提高公众对网络安全 和法律意识的关注 该剧将于5月29日 在浙江卫视和北京卫视播出 相信会给观众带来一场 精彩分成的法治剧盛宴 北京目前再播卧底锦花 预计5.30受关 浙江再播田小姐与冷先生 预计5.25受关 所以如果要播 两家卫视需要协调档期 至于到底播哪部 还要看最终官宣 这部剧被受期待 因为他不仅有两位实力派演员的 精彩演艺 还探讨了法律与正义的重要议题 迪丽热巴一直以来 展现出卓越的演技 而佟大为更是凭借其深情的表演 深入人心 期待在5月29日 迪丽热巴和佟大为的精彩演出 将在北京和浙江的影评上绽放 让我们一同期待 这部引人注目的电视剧的播出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